哈囉我是烏龜 這次的活動是瓦基利武神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呢我帶的是20隻武神的配置還有4隻天使 我打算要讓我的天使來幫我的武神部隊補血 而不是要做天女滑步 那因為這個配置並沒有帶炸彈人也沒有帶很多的法師 所以清鞭或者是開牆的這些任務就要通通交給武神自己來處理 也就是說我的武神並沒有辦法一次就一股腦通通放出來 我必須要拆一點武神出來幫忙做清鞭 那我們直接先來看看第一場的進攻 這個配置的援軍帶的不是藍胖援軍還是以武神為主 我在3點的外側下了蠻王後面跟上援軍的武神 接著在12點的這側也下了兩三隻的武神進來幫忙做外圍建築物的清理 那現在12點跟3點外側的建築物都清乾淨了之後 從一兩點這邊下出來的武神部隊就完全不會走歪 後面就直接跟上了4隻天使來幫他們補血 那現在呢我手上還扣著最後的6隻武神沒有一次放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我考量到這個陣型中間 看起來是有一點點類似回字陣的結構 那也就是說等一下我的這一批 武神部隊 主力的武神部隊是很有可能不會第一時間灌到陣型的核心進去的 有可能會繞著核心的邊邊來跑操場 那這樣子我就必須要留著最後一批武神部隊來衝進中圈 配合我的狂暴法術才能秒掉他中圈的這個X弩 或者是藏在中間的這些電塔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現在主力部隊的武神 的確是沒有往中間砍進去 而是開始要繞著外側走了 那我在這個時候趕緊在10點外側已經先下了兩三隻武神 清掉外圍的建築物 避免我的武神部隊太快的就直接砍牆出去打外面的建築物了 那也的確起到了作用 我的武神是有 順利的將10點內側這些建築物都清乾淨了之後才砍牆出去的 那現在我最後手上扣著這些武神部隊從12點放進來 因為整個外圍已經清得非常的乾淨了 所以他會跟著我的蠻王直接砍牆進去 處理對方核心的這些防禦建築 還好我手上還留這一罐狂暴跟一罐補血 所以雖然是少少的幾隻武神配上蠻王 但是還是可以秒掉他核心的所有防禦建築物的 那我的女王自己從 兩點的外側慢慢的繞到四點外側這邊 已經將所有的建築物都已經收得差不多了 那核心被我的蠻王打爆了最後一隻X女兒之後 這隻電塔也被我的蠻王給打爆了 現在對方已經 沒有剩下防禦建築了 而我的雙王跟武神都有活下來 那這次太好了 可以順利的做收尾 耶 拿下了三星 好我們來看看下一場 好我們來看看這場的進攻 我是靠近12點的地方也是一樣直接先下了蠻王 配上 藍胖 還有幾隻武神來幫忙做清編 接著在靠近9點的地方也是先下了幾隻武神進來幫忙清掉外圍的建築 接著從10點外側灌進了所有的武神這次我是所有的武神通通灌進來了 因為他的陣型不像剛剛一樣是回字陣的結構 所以他應該是不會砍牆出來到外面的 哇現在對方的援軍跑出來了竟然是莫名其妙有天使啊 但是我不管他我在這邊下了一罐毒 減緩對方女王的速度 而且還可以順便毒掉他這幾隻在打我天使的小骷髏頭 那真是太好了 所以我的天使活下來還可以繼續幫我的武神多補一點血 等到我確定我的天使是死掉了之後 我再下出我的補血來保護我的武神 那我的武神在卡牆的時候不會被對方的法師塔給秒掉 最後這罐補血也同時補到了這兩批活下來的武神 哇太棒了 所以武神看起來活下來數量還蠻多的 對方的防禦建築物已經所剩無幾了 那我的女王現在打掉對方的這個莫名其妙的天使援軍之後 跑到8點的內側這邊來準備要解決對方的法師塔跟劍塔 武神部隊現在會合了並沒有走散 他們解決掉一點的這一座加龍炮之後就會過來女王這邊會合 好女王的確是解決掉對方的法師塔跟劍塔了 對方已經只剩下最後這座劍塔 雖然他打死我的女王但是我的武神剩下數量很多 可以的 開牆進來直接秒掉了對方的劍塔 那最後就是可以漂亮的拿下了這個三星 耶這是一個石本啊雖然他是一個假石本 那城堡援軍真的是很莫名其妙怎麼會放天使呢 好最後拿下了三星我們來看看下一場 好我們看到這場的進攻我是選擇在靠近三點這邊直接下了蠻王後面一樣都是跟上 援軍的武神來幫忙做清邊 好接著在靠近六點的這個地方我也下了幾隻武神進來幫忙清掉外圍的建築 所以現在我從四點這邊下進來所有的武神他們就完全不會走歪 直接配著狂暴法術砍強進去了之後 後面跟上來的天使也是很快的狂暴的幫主部隊補血 對方援軍出來了是黑胖在一陣混亂當中我下了雙毒 並且在我的武神部隊衝到前頭的時候先丟了一罐補血了 那現在我的天使飛到陣型的最中間當然是很快的被對方的 火箭通通給集火打死 那武神呢必須要 打掉對方的這一些防禦建築物還能夠存活下來有點困難啊 不過還好我的女王即時從後面終於跟上來支援了 那我的武神部隊現在暫時是安全的獨自的在砍牆 我只要耐心的等到他們集合了之後再一次給他們補血就可以了 好女王現在打掉了8點內側的這些建築物之後跑來到靠近12點這一側的地方 那我的武神部隊也的確 從外圍集合了起來準備繞到11點12點的這一側 我現在看到武神部隊卡牆了 所以我這罐補血要趕快丟下去了 快啊補血好丟了下來 那將我的武神部隊血量拉回來 好秒掉對方的最後這座箭塔就安全了 YA順利順利 一開始真的是非常的慌亂啊 因為我的武神部隊踩著狂暴法術雖然是開牆很快 但是開牆進去之後會到處亂竄 我得要看好他到底有沒有被我的天使補到血 那還有沒有被我的 呃補血 給 法術籠罩到 這樣子我的武神才不會一下子就被對方核心的 集火給秒掉太多數量 好最後也是順利的拿下三星 我們來看看最後一場好了 好最後這場呢對上了這個陣型 我選擇在三點的地方一樣 是這個起手式都沒有變 先下蠻王後面跟上援軍的武神 接著在靠近六點的這一側則是零星的先下了幾隻武神來幫忙清掉外圍的建築 那接著我就直接從四點這邊下出了剩下的所有武神 然後丟了一罐狂暴 後面跟上女王還有天使 現在武神狂暴的開牆進去 秒掉了對方的女王了之後 天使跟上準備幫武神補血 哇這邊對方的城堡飛出海的黑球 我趕緊丟了雙毒處理黑球 並且看到我的武神衝得非常前面的時候這邊也要丟一罐補血 還好黑球已經被我的 毒藥給毒死了 否則如果黑球炸到我的武神的話武神是會被秒掉的 還好武神跑的速度很快 而且他們配上狂暴法術一下就砍牆出去了 好現在我的天使最後還存活到現在 繼續幫我的武神補了最後一口血 那我的女王現在走到陣型核心的這個地方 解決到對方的X弩了 太好了 那我的部隊就幾乎沒有什麼威脅了 武神剩的數量還蠻多的 現在雖然是走散了 但是8點的這一側 這幾隻武神也準備要來12點這一側跟部隊會合 我的女王雖然是死了但是因為 我所剩的武神部隊數量非常的多 而對方剩下這幾片牆也都是比較軟的骷髏牆 所以絕對沒有問題了 又是可以拿下三星 太好了太好了 武神真的是非常的狂啊 電光火石一下子就可以清掉這個所有的建築物 拿下了三星 那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 武神的配置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